沙特阿林丘巴林等国在同卡塔尔断交的声明中明确表示 将停止同卡塔尔之间的人员往来并关闭相应的口岸 记者在抵达卡塔尔多哈哈马德国际机场后 发现机场在5号当天显得格外空旷 客流量较以往明显减少 由于卡塔尔大量日常生活所需的货物和农夫产品 都是经过沙特陆路运入卡塔尔的 在沙特决定封闭陆路口岸后 由于担心物资供应受到影响 5号当天有很多卡塔尔民众和居住在当地的外国居民 前往超市抢购物资 很多超市出现了肉类等商品临时断货的情况 随后各家超市一时在持续补货 卡塔尔政府已做出承诺将不会让卡塔尔民众生活 受到断交风波影响 记者在卡塔尔街头还发现 目前卡塔尔境内除了机场内的货币兑换点以外 全国的货币兑换点都已不再接受 阿联酋和沙特等国的货币 卡塔尔的很多货币兑换点 也出现了排队兑换美元的现象 不少货币兑换点的美元已被兑换一空 有的货币兑换点则采取了临时限制措施 规定每人兑换的上限 如果이� Lee发生的物赛 可以转换美元 请要需要受疫苗的更新的 sole 那么令人兑换 所以有任何人兑换 怎么换 有任何人兑换 一人兑换 我可以将,两万、三万 五万 是最有的? 就叫三万 每个人兑换 所以三万 每个人兑换 各个人兑换 自己兑换 在经历了一天的外交断交风波之后 卡塔尔多哈在晚上又重归于瓶颈 从这次的外交断交事件不能看出 其实卡塔尔同沙特等国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而这次的断交事件是几年以来 积怨的一种集中爆发 而这次的断交风波将会怎样演绎 是会变得更加激烈 还是会逐渐趋于瓶颈 而卡塔尔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又将怎样的回应 本台将持续为您报道 央视记者卡塔尔首都多哈报道